最近网上传出了歌手2024的首发名单 难道湖南卫视要重启停办多年的王牌节目吗 现在好声音基本复播无望 应该说今后这档节目就要退出历史的舞台了 在这种情况下 湖南卫视瞄准时机重启歌手一定能引起轰动 所以我认为歌手2024的重启并非空穴来风 来看一看歌手2024的首发阵容 最大咖一看就是周华健 跟之前的节目一样 每一季都会邀请一个重量级歌手来真唱子 并且这个重量级歌手最后一定会拿歌王 看来周华健就是歌手2024的歌王了 第二个SHE 让赛人重新组合一季来参加比赛 我认为可能性不大 再说了 其中有一个比较敏感 怎么可能邀请他 我认为陈佳化参加比赛的可能性比较大 而任佳轩基本属于退圈的状态 他不大可能参加比赛 第三个王心灵 以前过季了 湖南卫视没有邀请他 现在反红了 湖南卫视肯定不会放过他 以王心灵现在的人气 进总决赛还是没有问题的 第四个大张伟 歌手办了这么多季 居然一直没有邀请大张伟 但现在的大张伟早就成了一个综艺咖 综艺节目没少上 可一般都是去当嘉宾的 让他去参加比赛他真的愿意吗 第五个陈立农 台湾新生代男歌手 多少游地人气 但算不上多么火热 以他的咖位很难走到最后 说不定还是一轮游 毕竟在歌手这种节目中 咖位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第六个李斯丹妮 因为参加浪姐被人熟知 但咖位也就那样 远远算不上当红歌手 跟陈立农一样 都是用来被淘汰的 另外还有两个回归的歌手 一个是张绍涵 一个是郁可维 张绍涵本来就是比赛型的歌手 所以他进总决赛的可能性很大 至于郁可维 他的唱法不属于竞技唱法 但由于他现在咖位 比当年提升了不少 所以也不大可能被淘汰 看来看去 首发歌手中似乎只有陈立农 和李斯丹妮淘汰的可能性最大 其他歌手好像还真的不方便被淘汰 难道就只留了两个不畏的名额吗 那么对于湖南卫视重启歌手这档节目 你有什么看法呢 不妨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